伍磊最新静着曝光 身材走呀 难道是接连出演 低分烂剧倒着变胖 说到伍磊 想必更多人都停留在 儿童时候的记忆 那时候的伍磊 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小孩 从他的加油外星人开始 慢慢的各种电视里面 灵气的小孩 都非伍磊莫属 身为90后的小编 真的可以说 吴磊是我们看着长大的 在小编第一次觉得 吴磊长大了 是在他和胡哥 一起出演的狼牙榜中 当时的那个吴磊 是真正的大人了 他的演技可是 比很多老戏孤兜要厉害的 相信这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原本一帆风顺的吴磊 最近有点倒霉 从媒体曝光的吴磊 最近现身机场的近照来看 浑身浮肿 身材走呀 这样的形象让网友不免猜测 难道是因为 最近接连出演低分烂剧 从而导致变胖了吗 说到吴磊最近倒霉 其实也难怪 最近上映三天 就被撤当了阿修罗电影 确实令观众头疼 当时的官宣 给出的海报和配文 说是大制作大投入 可是从最后上映的情况来看 实在是忍不住让人吐槽 虽然是有梁家辉 刘嘉玲这样的老牌大戏骨 但扛不住影片剧情太烂 制作团队的配合不够完整 最后在我不是要神和邪不压正 这两部电影的夹击下 拉低了暑期票房的评分 虽然电影的票房 给给吴磊造成一定影响 但从根本上说 怪不得吴磊 但是吴磊胖了的话题 被推上了热搜 完全是因为那张 他在机场的健身照 一件白色体恤 加上一条牛仔裤腿裤 让整个人显得十分臃肿 故而被网友质疑 是不是由于电影的原因 导致变胖 但从白体隐约看到里面的胸肌和身材 看这样子应该不是变胖 而是变壮了 大家都知道吴磊酷爱运动 在剧组时候的他 都不随手带着健身器材 有如今的好身材 应该也是锻炼所得 再加上最近高考结束 吴磊专业第一的成绩考入中心 想必也是十分开心 吃点胖点都无所谓 毕竟俗话说得好 明星们都是胖着玩了 好